而长期受到环境污染威胁的小港区凤鼻头居民 因为优心中油后进厂关闭后将会由大林厂来接棒生产 污染的情况恐怕会比现在更加严重 今天地方里长集结前往议会递交陈勤书 请议长许昆源出面主持共道 来自小港区凤鼻头的李明游代表出面将陈勤书交给议长许昆源 大家压抑许久的心情再也忍不住高喊救命 因为受不了长期生活在工业区大烟葱虾的日子 又无法离开另求出路 无计可施的李明只好四处沉勤抗议 徐坤源听到基层的声音 希望市府相关单位能够善尽责任为市民的生活安全把关 包括主管环境维护的环保局核发建造的公务局和开 开发单位的经发局官员都受邀出席 针对中油小钢厂的投资案充分说明 只是工业区的开发和规划相关全责 主导权仍然受控于中央 对于基层的诉求是否能给予具体的答案 仍有待观察 港都新闻黄澜君吴炳元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